大家好,我是Grenny 今天會和大家介紹 四個適合透過看英文、自學英文的網站 看了我頻道這幾條時事視頻尾 他們都是透過新聞教你英文 和一些學英文的方法 不要錯過,下面的書明文就有連結 首先是The Standard 來到HKStandard最新的新聞 如果不夠的話,也可以在藍色Banner上面 根據你的喜好看其他新聞 例如有社論、Editorial Local本地新聞、Business、商業新聞 China、中國新聞、World、世界新聞 Sports、體育新聞 Central Station是一些雜項來的 Features是特寫 有Money Glitz和Week and Glitz Glitz是Highlight的意思 即使很多人搜尋 很精彩的報道 Property、物業管理方面 有本地和外國的 Overseas 教育也有本地和外國 關於旅遊、科技、汽車 Home Decker是室內設計 Health and Beauty健康美容 City Talk 熱門話題 關於人物和英語學習 也包含記者招待會的介紹 Event Promotion 顧名思義 類似廣告 現在暫時還未有 Coffee Break 就是素讀和英文的填字遊戲 可以看右邊 Archives 舊的新聞 按進去 你也可以選擇 你有興趣哪一天的新聞 或者你有個 topic 在心目中 可以按newsearch 去找回相關的資料 右邊也有HKStandard的揭熱版 或者下面 如果你是初中學生 可以看junior standard 小學生可以看goody 亦都有他報紙的雜誌 詳細全份pdf 在這裏 所謂很好的讀文 第二個要介紹的是 南華早報青年版 即是 young post 去到首頁 你見到news news下面會分 香港 中國 世界各地 特寫 科學 特別報告 和體育的新聞 跟著有over to you over to you的意思 即使你可以多些參與 有brain aim brain game 是講一些關於資訊科技 打機啊 電競之類的新聞 有columns 專欄 專欄 是多些有爭論的議題 去到competitions 顧名思義 是一些比賽的章程 或者一些比賽的結果 oped 是opinion education 關於教育新聞 而是有人有評論的 poems and short stories 顧名思義 是一些散文和詩詞的創作和評論 去到letters to the editor 如果你有投稿 如果你有投稿的話 沒有被選擇 你會見到你的文章 被修改之後 刊登 也有學校名 也同事有回覆 大家可以試一下 而也有 junior reporters education 和entertainment 先說了junior reporters 是一個學校小記者計劃 學校的同學可以飾演小記者 採訪之後 就可以在這裡刊登 education是教育的新聞 entertainment是娛樂新聞 可以click進去看看 有一欄是關於動漫、癫患、模型 是很適合中學生的 而go to gurus gurus是權威的意思 有一些權威人士給一些意見 關於年輕人、代人處世 適應社會、感情生活的問題 時裝、扮演飲食之類 Tersuary Education 大專教育的新聞和資訊 和各大社區的活動Events 不要看漏 最上面 Young Post 標題上面的地方 有write for us a guide on how to write for young post 一些投稿要注意的事項 由手上 上片 學英文很好 上片 加上captions 就像看圖式字一樣 videos gallery videos 在listening方面 很大的幫助 同時也有些script blogs 就是在Young Post工作的時事評論員 用一些比較感性的角度 用隨筆的手法 去寫一些文章 接著要介紹第三個是香港電台RTHK English News RTHK News 入到去 Home Page 其實已經包含了你可以見到的所有東西 我們先看了最右手邊 所有的新聞 NOCO 主要是香港 Greater China 關於兩岸的中國 台灣 世界新聞 World News Finance 財經 和Sport 體育 中間上面 分類都很方便 NATED NEWS 最新的新聞 以時間為劃分 Videogallery 我也覺得非常之好 因為 譬如我們 按進去聽聽一下 它會有廣東話 但是有英文的字幕 今天 Tumunners 和同學香港的民眾 都集團了 來抗爭 對 Dharma 最重要的 就是 在右手邊 要有些字 解釋 所以 就算是英文的說 你也可以在這裡溫解一些英文的字 NEWS PROGRAMS 就是英語的新聞的節目 譬如這個HKTODAY 觸版本 可以聽聽 有時候下面也有Disc Group 很方便 好 去到相集 photo gallery 譬如進去 你的照片就是最主要的 你會學到一些CAPTION 下面還有READ FULL STORY 你想看詳細一點 有關於短新聞也可以 或者只是在CAPTION 學一些語言 也可以 去到NEWS BOLLETEEN 就是一些最短的 每個小時 更新一次的新聞 也是很方便的 RTHK NEWS 你可以聽到最新的 最新的 如果找一些舊新聞 archive 也是非常方便的 你只要在這裡選 月日 高就可以了 譬如我選1月7日 高 看1月7日發生了什麼事 例如說股市 也是非常方便 當然也有search的 鍵 你對哪些題目有興趣 你也可以打進去 例如我早前打過SMI 就是豬流感的事件 home ownership 就是居者有其屋 好 最右手邊這裡 都有你想投稿去RTHK NEWS的方法 所以這個網集就非常之有用了 我要介紹的是HONG KONG FREE PRESS HONG KONG FREE PRESS 首先我們會看到最左手邊 TOPICS 有不同的TOPICS 你可以選自己喜歡的 或者某一個TOPIC 針對的VOCAP來改善 HONG KONG 換言之關於香港 分開TOPICS 都分開TOPICS 都分開TOPICS KARI LAM 梁振英CY 或者七一的遊行 MISSING PUBLISHERS 即是銅鑼灣書局失蹤店主 那件事 SINO SINO SINO是中國的意思 這件事是關於澳門、台灣、天安門事件、文化大革命的專題 OPINION 請了時事評論員去講時事 VOICES 就是投稿者的意見 VOICES 解釋聲音 LENSE 鏡子 放大鏡 比較深入一點去看一些事情 BUS 是業滿話題的意思 Popular culture VENTURE 看一些新科技、新發展 小人會留意到的事情 台灣顧名思義 關於台灣發生的事情 不要忽略的 右手邊也有一些精選 有一些範疇 他有更新的 例如是 Exclusive Interviews 即是他特約他獨家的訪問 一些他獨家的reports 最下方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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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一看 舊新聞的範圍 例如你可以看之前的7天的新聞 都是一個很有用的網站 大家可以在下面說明文找到4個網站 以及Smart English TV有關時事視頻的連結 我將會製作一系列英文、新聞、導讀 幫大家輕鬆透過看新聞 可以同時吸收英文語法知識 溝通技巧、寫作竅門 記得訂閱我 下集再見 拜拜